台湾地区主教团七位主教 5月16号下午 完成主教宗徒述职任务之后 返抵国门 主教好 谢谢你们 辛苦了 主教们纷纷表示 教宗有如一位慈祥谦逊的父亲接见他们 身为天主子民的他们 也能坦率自由地向教宗请述心声 这样亲近的沟通让他们感动 对于梵蒂冈各部会 对两岸及台湾现况的熟识度 也让主教们颇感意外 七位主教和主教团秘书长陈科神父 是搭乘华航CI-076班机 从罗马 菲乌 米奇诺机场回到桃园机场 主教们各个神采异议 很高兴地分享他们此行的收获 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洪山川总主教 首先谈到对教宗来台邀请的情形 洪总主教指出 如果教宗无法来台 也请教宗在明年3月1号 全国圣体大会发表一个视频讯息 我们在出发之前有邀请他 那我们提出这样的邀请他的回应呢 他笑一笑 我告诉他说明年3月1号有个机会 后来第二个机会就是 活成大会也是个机会 如果不能来的话 stopover可以他一直笑 那当然了他不能当场就答应 他还是要跟国务员商量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这一次 我们主要跟他谈的内容是什么 有没有提到有关于两岸之间 比较特别的关系 也有我们主教在问说 到底有没有签约有什么困难 他也说了两边的态度是蛮坚持的 教廷不会像媒体说会妥协 因为该坚持的教育 该坚持的立场 主教的任命权在教中 这个不会放弃 当然对方不会对对方结论不会 说按照你的这种这种计划 所以会僵持在那里 那我也告诉他说 每一次风吹草动媒体在猜测 台湾人民就要受苦 因为大家就存活在一个恐惧的一个氛围 会不会一我一个断交 一个邦国来断交 可是台湾人民也不能了解的是 台湾是教会啊 教会跟黄帝刚联合在一起 教宗怎么会做出跟我们 教我们这是应该放心的 教会是教会 国家是国家 他还知道我们的处境 他还知道中国大陆的状况 我们还以为他大概不是很清楚 其实非常清楚 那么对台湾的圣召少 我们也跟他报告了 对台湾的这些同分啊 宪华通过这个同分等等 学校的教科书的这个问题 宗教草案问题 我们都跟他一一来诉说 他也都了解 很多其实很多事情刚刚都了解 我们以为他不了解 所以我们很高兴的是 他早就了解我们的处境 原本14号 主教们要参加 教宗在马尔达之家的清晨弥撒 但是无法成行 教宗听完 立刻邀请台湾地区主教团的成员 15号早上弥撒与他共计 宏总主教说 因为教宗不知道我们在外面等 而且他也不晓得 国务院方面大概没有联络好 或者联络的部门不一样 因为我们透过小代班来联络的 那既然有主教提出来说 我们很愿意跟你共计 他马上说对不起 很难过 让你们挡在外面 然后就说明天早上 请你6点40 我跟你们做弥撒 所以我们就第二天 15号早上就跟他一起共计了 我们还排在最前面 其他都在后面 七位主教5月12号会见国务卿帕罗林书基主教 这也是主教素质的另一重点 宏总主教表示 我们跟他见面是 个人方面也是老朋友 因为过去常常在开会场合跟他见面 他还没有当国务卿 还没有当大使以前 就是都认识了 我们也都知道他的立场 也知道他的困难 跟国务卿谈 他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和气 他先听我们讲 愿意抱怨的 愿意觉得哪些不公平的 哪一些需要他帮忙的 他就一直听 跟他会面大概听了一个半小时以上 所以他很认真地听 也认真地再回答一些问题 那当然有主教问他说 为什么签约没有成功 他说真的是两方的坚持 那不能妥协 那媒体一直说 樊帝纲怎么会妥协呢 怎么会放弃他的立场 事实上是樊帝纲非常的坚持立场 如果樊帝纲没有坚持立场 早很可能又变成妥协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非常佩服帕鲁琳 他非常的清楚 那个拿捏的标准 那这一次您认为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收获最大的是本来以为 帕鲁琳跟教宗大概不是很了解 我们台湾人民的感受 那可是经过这 帕鲁琳大概一个半小时 教宗大概也是一个小时 我想帕鲁琳会不会更久 可是我们真的是了解 我们所不了解 然后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 真的非常了解台湾的状况 也掌握台湾的状况 也知道台湾的困难 台湾人民的难过 他也都晓得 可是教宗还是一直交代我们 大陆是我们的Sister Church 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而已 天主教会 可是很多不同的教会 也有一个受苦的教会 我们还是要为他祈祷 有一位主教提出来说 教宗请你为我们祈祷 教宗说我早就在等你讲这句话 我会为你们祈祷 你也为我祈祷 所以那个氛围是让我们感受到 一个好像家庭的聚会 我想一般政府官员 大概不能享受那样一个 一个家庭的氛围气氛 很自然的就交谈 教宗甚至告诉我们厕所在这里 随时可以去 在我们已经看过十几个部会 那跟我们比方说圣昭教育 这些最息息相关的部会 是不是也有一些进一步的合作计划 没有合作计划 可是我们本来就要跟所有的部会合作 所以任何一个部会来台湾 我们都跟他合作 最大的一个部会是 人性的发展这个部会 四五个部会在一起的 这个很大 那个上一次来这里举行 那个海员大会 也是用这个部会来举行 所以每个部会来台湾 他要推行他的工作 比如说那个宗教交谈等等 我们台湾教会完全都配合 而且教宗跟帕罗林都非常欣赏台湾 对整个华人教会的贡献 只要我们所翻译的书籍 教宗的文件文告 完全都会一五一十的翻译出来 然后送给香港 澳门 中国大陆 还有世界华人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成果 所以他也知道台湾的教会 对中国教会也有很大的贡献 比如说大陆的神父 修你来台湾进修 那也是台湾能够提出的 一个贡献之一 虽然旅途劳累 但主教们各个 新系各教区的工作 七个人当中 除了苏耀文主教 和林吉南主教 仍在罗马之外 其他的主教都已赶回各教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